疫情解封降级 各校纷纷恢复举办毕业庆祝活动 日理高中27号举行的毕业成果展系列活动 其中最受师生家长喜欢的园游会各个班级 是以妇科青春为主题 设置各式各样摊位 不有创意巧思 展现师生们的青春活力 校长邱翔罗 日理高中妇科青春年度园游会正式开卖 很青春吧很青春啊 就这个香肠是一个走一个青春路线 我们一个炒泡面家但是50 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全部卖完 然后差不多40份左右 所以有信心 日理高中因为疫情而停办三年的毕业园游会 除了是一般常见的烤肉甜点饮品 或者闯关摊位 学生也学以致用发挥创意巧思 规划香氛按摩抒压的体验摊位 信了不少老师来商一下 十三二的孩子他们学过了 然后学以致用按得非常非常好 好舒服 所有的压力都已经解除了 他们还有用薰衣草精油 更可以抒压 这是学校科上主任有去找外面的老师 来教我们怎么按摩 也有请毕业的学姐 回来教我们学弟妹这样的按摩 除了各科班级学生的青春创意 校方也特别邀请国立东华大学 玉理卫生所以及国防部社滩 提供相关卫教以及宣导 也相当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因为疫情关系 玉理高中毕业园游会在停办三年后 今年强势回归 以复科青春的主题 成前顾后既往开来 学校也借此让学生更进一步 有实质管销成本的学习 我希望我们学生来学习到一些商业贩卖的一种方式 同时要学会成本的计算 同时也要学会行销的方法有很多 玉理高中年度毕业成果展系列活动之一 早在16号原住民族实验班成果展开始 观光事业科、时尚造型科 以及电子商务科、广设科、资储科 以及餐饮科等接棒展出 校方也感谢地方各界与学生、家长的支持 校长这致命更欢迎大家 6月1号毕业典礼 一起来现场祝福学者们更上一层楼 记者是玉兰玉理采访报道 打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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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观点赞 打不吝点赞 对观点赞 对观点赞 打不吝点赞 达不吝点赞 打不吝点赞 打不吝点赞 一勾